面对约瑟夫往往需要控场 对人类控场 特别是我们作为OB位前锋击球手牛仔野人 我们首先第一波尽可能延长他跨人的时间 开局的话我们在中间被拍到是非常危险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保证他控在大船这个位置 然后的话拖延时间 这一把的话约瑟夫说实话熟练度不是很高 因为他的话竟然不知道我们在中场 也就是他应该换目标 反而这波的话第一波很亏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的话反正就是首先目标就是不要扣血 拖延时间如果说你的镜像要被砍的话 那么咱们在本体再吃一刀也是没有关系 但是的话要注意一下 因为他闪现已经在手里面了 所以的话我们千万必须闪现遛鬼 一定要记住啊 快走 拖到他挂不上为止啊 挂不上这边的话防一手闪现 要转移目标了 有地下室 另外有小孩需要上分打牌子 都可以找我啊 百分之九书胜率人图都可以接的 都可以接的 回来扎些身为啊 拍照去 这一波非常转啊 非常转 不要太转 这边有地下室啊 这边有地下室啊 完了 这波如果被剪到的话就裂开了 应该 该死的 被剪就完蛋了 落地道 时间磁壳 改名叫做逼不出闪现磁壳 干嘛 他上大船来补击 来补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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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击就够啦 两些好的 好 给我考一刀啊 我去 我的妈呀 傻逼呀 真是绝了 真是绝了 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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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啊 不训练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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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